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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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中邀請客 折到他們全部的人 歡迎我們帶來 旬神生 ы 歪 yoo 地面只會讓你看起來更老氣 人中常會顯得年紀比較大 教教我 女型偽裝術 縮短你的人中 對 年輕的時候這個地方 才會膠原蛋白飽滿 我跟你講現在真的 完全不流行這種畫法 水亮亮的唇蜜 也把人中變短 耳中的重生一樣 對啊 人中變短的 Coffee 咖啡啦 這哪一家的醫師啊 這我認真的 你看 拜託看 拜託看你誰 大家好 我是蘇佳怡 大家好 我是Kevin 嗨 大家好 我是夏希 歡迎我們的整流團們 今天要來問整的女生是誰 大家要認真聽喔 對 台語 她的聲音其實她講 她講的時候有 就感覺不是很輪轉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往這個方向去猜是嗎 誰的閩南語最好 不要只是我 不是我 誰 我剛剛覺得她應該是 妳 妳 妳點 妳會講 妳把剛才那句講一次 妳講什麼名字 星田 我叫星田 其實我的台語也不太好了 但是那個音我覺得 我大概知道是誰 你們有猜是哪些人 應該是王晴 有沒有別的 那你們呢 我猜陳曉晶 陳曉晶 陳曉晶 你們兩個都猜話嗎 我猜邢素蘭 因為她的台詞很壞啊 邢素蘭 聽起來壞壞的胸胸的 反派人 陳曉晶是哪一個年代的人 對啊 那你也不好漏年紀 今晚後 不然在後面的臉部 我沒有在外面的臉部 我沒有在外面的臉部 秦素蘭為當時全台最紅香土劇 丁國琳所飾演的反派角色 所以到底今天的女神是誰 看剛剛有沒有人猜中 我們一起來歡迎今天的女神出場 我們來 精神 曾婉婷 今天我已經變成 我天羅帝王來等於你 一位都會吃不到 陰惡女形象 升職人心的女神曾婉婷 粉磚人氣 光到擁有百萬粉絲 究竟她有什麼 不為人知的困擾呢 女神精神室開枕囉 終於來到這個節目了 這是要有 女神集資格才能來的節目 對 而且剛才其實大家 沒有猜出來是婉婷對不對 對啊 沒有想到 我們就要先來看看 我們的女神婉婷的病例表 身高是實在的 重點是睡眠 一天只要睡一個小時 我依稀記得很久很久以前的 一位女神 蕭強姐姐 對 蕭強姐姐 她現在還是女神啦 但她很久很久以前說過 她一天只要睡一小時 天啊 她一天是睡兩小時 所以我是她的進化版 我只睡一小時 是真的嗎 對 我是那時候 拍八點檔的時候 因為我的戲份真的太多了 然後所有的事件 都是圍繞著壞人 因為我是壞人的主角嘛 所以所有的事件 都是從我為出發點 而且我那時候 一個小時的睡眠 是在車上睡的 還不是真的躺下來睡 還不是好好的躺下來休息 是完全沒有卸妝囉 這樣的時間 大概有持續多長的時間 如果說那陣子要打仗的話 就比如說 友台要換檔啊 或者是他們也在 就是比較重口味的戲的時候 我們可能 最高要達 十四天左右 就是在維持這種狀態 對 當然就是之後 比較輕鬆的時候 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那十四天 對女生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折磨 對 妳的身體有沒有出現什麼 很可怕的 非常多的狀況 因為那時候開始 我的皮膚就會變得 非常的敏感跟脆弱 然後我的生理期也整個大亂 我就變得是 好像一個月可以來三到四次 就很崩潰 因為你那時候氣氛又多 又沒辦法睡覺 然後又大外景 我要常常被車撞 又要淋雨 然後又要常常 掉海 掉山崖 因為我們要撐八百人 然後我就可以常常 處於很崩潰的狀態 就是來完了怎麼又來 隔兩三天又來 我就覺得沒完沒了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在戲劇上 看到這些第一女主角 就會覺得說 哇 她很美喔 她氣氛很多 她很重要 其實私底下真的付出 很多的努力 她下一個很誇張 對 這個是非常讓人嫉妒 因為你知道她拍戲 睡那麼少 她好氣 她拍戲睡那麼少 身體狀況 因為醒著的時候 會一直很想吃東西對不對 我知道她拍戲 就是那麼多天 沒有好好睡覺 但她在鏡頭上 看起來都還是很美 而且十九年來 沒有超過五十公斤過 其實我 因為八點檔這樣子的作息 其實真的很難讓你胖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 看看我們的女神 她有什麼樣的小病症 一化妝就要戰鬥 可是因為妳化妝時間 應該都很長吧 但是我們現在看 妳的狀態是非常地有痘 對 妳的氣氛好嗎 戴妝時間非常長 我根本沒有時間卸妝 好了好了 太氣了吧 不好意思 因為我連笑都沒辦法睡 我根本不要說卸妝了 所以 我就會變成說 我的肌膚很敏感 然後只要攝影棚的溫度 或者是季節轉換 我就會開始長一些小痘痘 或者是過敏性的小痘痘 對 但是妳這樣子 如果拍戲很長的時候 妳就要一直遮是嗎 對啊 就是變成有一點 就是 就是為了要遮眼 然後又開始 更多的 加重肌膚的負擔這樣 其實很多女生啊 就是她們在之前 沒有化妝的時候 皮膚都很好 但是就像妳說的 長時間帶妝 真的會讓有一些女生 開始長出一些敏感的狀態 很多女生會因為這樣子 怪罪在化妝品 其實化妝品絕對 不是最大的兇手 我們開個玩笑說啦 就是說 現在的化妝品 說不定 你不卸妝 還比亂卸妝來的安全 喔 因為現在的化妝品 它的粉末跟它的成分 都是透過 很嚴格的管扣 反而是 如果長時間持妝 妳一定會用一些持久型的粉底 那些持久型的粉底 大部分都防水 對 對不對 但很多女生會用 卸妝水來卸妝 因為她已經防水了 妳又用 只用卸妝水 怎麼卸得乾淨 婉婷都是怎麼樣卸妝 我就是用卸妝水卸妝 好重 那是妳不能只用卸妝水卸妝嗎 對 因為一般人的迷思 她會覺得說 卸妝水比較沒有那麼油膩 然後比較不會讓肌膚有負擔 對 所以這樣反而是不夠的 對 下次可能要就是 先用有油膳的 稍微卸一下 再用卸妝水補牆 會比較好 老實說 算了 妳都已經出到那麼久 還是這樣 還是很漂亮 我覺得就算了吧 就把它過關這樣子 但是妳是怕它變更漂亮對不對 對 怎麼樣 太風箏 所以這個我們解決方法 就是改變卸妝跟洗臉的方式 打勾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婉婷的終極病症 終極病症如果還是很一點點 我就貼起來囉 這個很嚴重 我看一下 嬌嬌我 逆琳偽妝術 對 為什麼 逆琳 我非常常被人家講說 我不化妝比化妝還漂亮 真的嗎 就像憲哥或者是很多粉絲 那時候真的比 他們都覺得說 看產生小女孩 妳為什麼要化妝 就是妳化妝都化壞了 對 然後我覺得 我的化妝師應該會很傷心這樣子 所以我就不懂為什麼 就是我常常化妝的時候 稍微有一點色彩 就會感覺很濃妝厭眸 或者是就是年齡就這麼深了 反而比實際年齡大 對 我覺得很多女明星都有這個困擾 我最近也是有機會 困擾 不好意思我們在討論她 不是在討論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不只是女明星 就是很多女生 你不化妝都看起來很清純 但是化了妝以後就會 瞬間老個五歲到十歲左右 你們的原罪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五官大 五官大 就是你眼睛很大 眼睛很大 鼻子很挺 然後嘴巴很漂亮的這種人 對 就是你就是那一種 選美小姐的範本的那一種臉啊 可是外國人 他們也是五官很立體 所以他們化妝看起來 就是年紀比較大 他們沒有在追求 可愛啊 眼睛的那種 他們就是能多艷又化多艷 所以像這種 你們五官比較立體 比較大的眼睛 尤其是眼睛 你只要畫一點眼線 哇 那整個看起來 就覺得要罵人了 對 對 對 只要口紅一畫紅的 哇 要去口罩而已 我面對我的化妝師講說 我的眼尾不要往上拉 因為看起來會很凶 所以今天算是有特別調整了 對不對 對 就是我會希望是 有一點無辜眼的 就是往下的 不要再往上勾了 你知道 對 好 所以女神之困擾 我們聽到了 今天我們都要分成兩隊喔 我們的CC隊跟我們的凱文隊 來解決我們女神的困擾 兩隊限時五分鐘來討論 現在預備 開始 剛剛婉婷姐有說 她想要有一個 簡鈴的妝容嘛 所以蜜可以幫我們 大概分享一下說 今天我們的重點會在哪裡 好 我其實要教的東西 非常的簡單 而且婉婷姐一定就是 也不能叫婉婷姐 對 就是婉婷她一定非常 在家自己也完全OK 就是她是韓式妝容 然後第一個呢 我就要先畫過 她有沒有哪一個部分 會讓我們立即可以建立 卧談 還有縮短你的人中 縮短人中 婉婷姐 縮短人中修容 你人中 都很長 對 這什麼回答 這什麼回答 沒有要怎麼回應 因為我人中真的算滿長的 就是因為人中常會顯得 人中常會顯得年紀比較大 真的 有這回事 真的 它是臉角色 對啊 就是很立體 而且又很明顯 對 所以像我常跑韓國 我發現他們都會利用 就是用化妝 一點點的修容素 讓他們的五官非常的集中 所以婉婷可以先跟大家 大概介紹說 待會我們要畫臥蠶 跟縮短人中 需要哪些東西 OK 我今天會用到一個是 打亮盤 這個打亮盤 然後還有一盤是眼影盤 它是 全部是這種霧面的顏色 本身的臥蠶就已經 對 就很明顯 對 那這樣他會不會畫完 臥蠶之後會變成眼袋 沒有 沒有 有技巧的 這個有技巧的 來 笑一下 我們下臥蠶的時候 第一個下的地方 是在眼球下方的地方 先下去 然後就是用 剛剛打亮那一盤的顏色 然後前後帶過就好了 而且他不能畫整條喔 因為我跟你講很多人 臥蠶打錯 他是畫整條 很像白帶雨在底下 對 不可以 對 你大概畫到大概 四分之三的地方 你就要結束 所以大概是一個 布拉提的 對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用這個 同樣的刷子 沾就是 譬如說這種 霧面顏色的眼影 它是 稍微比 剛才顏色稍微深一點點的眼影 然後我們畫在 剛才笑一下 臥蠶底下的地方 去做一個陰影 剛才一條打亮 然後在打亮的下面 再加深一條陰影 讓那個打亮的地方 顯得更突出 對 讓它的臥蠶是變得比較明顯 然後我們眼尾的地方 用剛才霧面的顏色呢 加強 在底下的地方 所以它就不是整條 白帶雨的臥蠶喔 對 這樣的話也可以用霧面的眼影 就是讓它眼睛有放大的效果 然後 那一條陰影如果沒畫好 人家可能會覺得 你有眼下眼笑 不好意思 我們這一隊也在看誰 你這個 這是哪一家的醫師啊 這麼不懂的 然後因為 我們要想到 它的眼睛看起來比較溫柔 對不對 我跟你講 它眼線不一定要畫 可以用這個方式 讓它的眼睛有 因為這就是我每天在畫的妝 我真的非常了解 你的 痛苦 我可以幫你解決 你要投我們 接下來是我們就是 縮短的忍重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打陰影的方式是最新的 然後兩個 就是用這種小刷子 沾了之後呢 我們刷在 鼻子底下的地方 刷在鼻子下面 對 刷在鼻子底下的地方 因為燈光打下來 這邊會有自然的陰影 對不對 我們就是加重這個地方 刷在鼻子的下緣 對 加在鼻子的下緣 而且這是新的修容的方法 不用修到真正忍重的地方 是修鼻子下緣 自然陰影的地方 所以它真的非常的自然 我看到本人 我也只會覺得 它今天五官比較集中 這樣不會覺得 看本人會覺得 它很像鼻子過了 對啊 黑黑的 我只是看不太出來 其實看不太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 鼻子的尖尖的地方 這邊打一點亮光 圓圓的畫圓的 因為那種混血 他們這邊都會 鼻子都圓圓的感覺 對 好 然後再來是 塵風的地方 一樣剛才這個打亮盤 我們上載 塵風的地方也要打亮 對 塵風的地方 要打亮 就是這邊加深之後 這邊打亮 然後我會幫它用 就是用這種霧面的唇彩 讓它的唇部感覺變得比較厚 上一半 它是霧面的感覺 好 然後你可以用這個刷子 有一般的都畫唇線 就是嘴巴畫得很完整 我跟你講現在真的 完全不流行這種畫法 就是一定要 要斷亂亂的 對 要一直刷走 很像剛被狂吻過以後的唇妝 這個我再塵 邊緣的地方的雲凱 用眼影刷刷唇 對 然後你可以再用另外一個 稍微紅一點點的顏色 像在裡面的地方 有點像有 咬唇妝 對 咬唇妝 咬唇妝真的很 簡鈴耶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 我屏東的姐姐她媽媽 也都是咬唇 它那個是真的咬到嘴唇 有寫吧 那個應該 跟42顆劑嗎 冰糖吧 最後再做一個修容 這個地方 頭髮的旁邊的地方 髮際線的地方 然後修旁邊的這邊 修到下巴 下巴的地方 對 我跟你講我現在發現修容 除了修臉以外 還要修這邊 就像你剛才修鼻子下面 就是臉的輪廓 把它修掉 然後如果你顴補比較高的地方 你就這樣稍微這樣帶過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原本沒有逆鈴這樣 對 這樣大概是 然後呢 另外一邊 大家看一下 六十八 六十八 有啦 因為她我覺得 有加了一點落殘 有比較無辜的感覺 婉玲姐覺得怎麼樣 有 有 視覺效果 的確是有 緊鈴的感覺 謝謝 對 接下來凱文隊來問詩 大家好 我們是凱文隊 對 今天我們的模特兒是 普普紀普希 請坐 來的紀普希 那等等 我先來個桌邊服務 來 帥哥 誰會是桌邊服務 需要按摩嗎 需要按摩嗎 這個會弱得太明顯了 我是會啊 我跟你講 要沉默 要這種逆鈴的感覺 一定要有被重按 我們再收拾 當公主 我們這一次 給這個婉婷的提案就是呢 霧面只會讓你看起來更老氣 什麼 對啊 倒霉也有用珠光啊 對啊 好像打亮局部 婉婷她平常不笑的時候 其實她的臉型很漂亮 但是她不笑的時候 常常會讓人家覺得 她好像很兇 對 就她笑肌的位置 沒有辦法一直保持在 最漂亮的那個高度 所以呢 調整笑肌的高度 是最重要的 眼睛已經太漂亮了 不需要眼影 把眼影拿掉 我第一個要做的動作 我先幫我們的婦婦 把她的睫毛 用局部睫毛夾 在中段的地方強化 根根分明的睫毛 對於年輕感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再用一點點眼線筆 只要畫往下看 中央局部的 內眼線 在中間的位置 我不要畫一整條的眼線 我只要在睫毛的根部 中央的地方 搓一點點的 眼線在睫毛根部 眼睛就變圓圓 亮亮的 眼影的地方呢 不用太多 我用一點點這個 提亮的顏色 所以眼妝要看起來 逆臨就是不要用到 任何彩度對不對 就是大地深處 對 彩度越低越好 而且因為用霧面的 太多的話 因為霧面是增加氣場用的 對 霧面一上去 那個顏色的存在感氣場會變大 可是也會因此就變姊姊 所以我們只用淡淡的顏色 反而我要提亮雙眼皮 折這個位置 提亮雙眼皮這個位置 當眼睛張開閉起來的時候 雙眼皮會變明顯 然後這一塊會凸出來 我跟你講 年輕的時候 這個地方才會膠原蛋白包 隨著年齡的增加 這一塊我也覺得 講這句話為什麼 看著婉婷姐 你什麼意思 我去看吹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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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罪我們的來賓了 對 我去看吹蜜 好 接下來我很好來畫腮紅 看到我們笑肌頂點的位置 最上面的這個地方 這一塊 好 放鬆 我們要讓這一塊 永遠保持往上 所以腮紅上的時候 就在這個地方 輕拍 可是老師我的顴骨位置本來 就是比一般人高的 我也可以用相同的位置 可以 絕對可以 而且你就是在你 你不要整塊 你只要在笑起來的 這個上緣這裡 那這樣子婉婷 可能就會弄到眼睛這邊了 對啊 暮下栽紅 暮下栽紅 超有零的 啊 我跟你講 這會全骨升天耶 這樣會很大量 全骨升天是 如果你在上面有打亮的話 請問全骨升天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就是會太高 會升天 就會一直在天上去這樣 對 你看就這樣子 在這個位置 看 我覺得我們在這個地方 好可愛喔 就有點淡淡的夢幻的感覺 然後呢 再來一個就是修容 婉婷不需要修容 但是你想要讓自己看起來 簡鈴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皮膚要有水水潤潤 膠原蛋白蓬滿的感覺 所以呢 如果你的顴骨很高的女生 修容不要再修這一塊 不要提亮這裡了 提亮哪裡咧 看好囉 腮紅的下緣 這樣有沒有變大 這個是給就是 你覺得自己膠原蛋白流失的 如果你膠原蛋白 還很飽滿的話 就是在孝敬頂點 可是呢 如果你覺得自己 有一點膠原蛋白流失 把這個地方 就這裡 旁邊 後面不要 嗯 只有讓你膠原蛋白流失 有嗎 我還是 我是說 所以如果有人 我們是說如果有人 可能跟你說誰 你說誰 對 催咪 你不看我一眼就很拉得完啦 你不看我一眼就很拉得完啦 我才剛打完 因為我才剛打完 你下面很痛快好不好 我看我一句都催咪 他說我才剛打完 因為乙溪剛好被擋住嘛 你看就是這個地方 一點點打亮 你看我不是很明顯 你會發覺不是很明顯 可是呢 這個打亮 當你沒有表情的時候 這塊還是會 膨膨潤潤的 哇塞 有沒有看到這一塊 是不是 膨起來了 就會有膨起來的感覺 這塊就有上提的作用 然後最後 我覺得我們的方法 老師你怎麼一直最厚 你最厚第三個問題 非常簡單 一直最厚 雖然很流行 但是霧面口紅很容易讓你有唇紋 對 唇紋代表什麼 老氣 答對了 婉婷姐沒有唇紋 對啊 你們幹嘛 最後十秒鐘的時間 對 我們只要把唇蜜 是用修容的把人中變短 我現在是用水亮亮的唇蜜 也把人中變短 同時間我把嘴唇的 是因為超絕他們的 對啊 Copy 凱文哥也有進去 你們的好了 不用任何口紅 而且我今天還穿流屍 我告訴你了 不用任何口紅 你看他的嘴唇 就嘟起來了 我跟你講要看起來有逆鈴 一定要讓人家覺得 你沒有化妝 但是怎麼會越來越美 好 謝謝我們的凱文正 一邊是用縮短人中來逆鈴 一邊是調整效機 達到年輕的視覺效果 究竟誰可以得到女神的認可呢 我們的女神 還是要就剛才的妝容上面來投票 好 沒有問題 那我就會投 我們的通法很簡單 很簡單 對 謝謝 恭喜凱文隊獲勝 我只能說凱文哥真的實至名歸 因為你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 還沒有遇到要減鈴的狀態 凱文哥已經遇到 所以他可以很厲害的 就破棄這個 因為全場最需要減鈴的狀態 是凱文哥了 沒有不要叫人生 好厲害喔 那婉婷說說為什麼會選擇凱文 沒有 確實兩隊都讓我覺得 非常的受用 尤其是剛剛那個說的那個 我真的今天才學到 我覺得蠻厲害的 但是確實我現在非常著重在 眼妝上面的減鈴 因為我發現 就是我的眼睛上面 確實有色彩 會讓我看起來比較顯老 所以我覺得 可能老師長到了一個 我非常在意的重點 那他把眼皮提亮了以後呢 確實他也減鈴了很多 通常我腮紅 也會比較不知道 怎麼打那個位置 所以我覺得今天凱文老師 就是讓我學習到 我很喜歡很想要的妝容 所以我就投給凱文隊 那今天要非常謝謝 我們的女生玩聽 謝謝 謝謝 是你的林中葉月轉喔 好厲害 謝謝 了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ミドウヨー・トロスト》 我是《Trust》 我正日光 現在 我已經完結了 一度車 已經急著 今天 我總共有很大 我總共有油分 所以我總共有油分 我總共有更大 我總共有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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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泡沫的泡沫和泡沫的泡沫 所以肌肉的肌肉也有限制作用 首先第一次是 第一次是 毛皮膚的液晶 一步的液晶 一步的液晶 我每天使用的液晶 就是 PSBD液晶 我认为自己的液晶 我认为这些液晶 它是真的 是费用的 今度以下你把你洗澡我的毛天會 Ichga- Instagram 第一被水溫掉 熱度被淡化 可以太刺激感旺的 Isaac 如果真的好多刺激感 是很多元的毛色 所以手把把手刺激感的毛色 是在哪裡 是要冰毛的毛色 正在用手把后面的毛髮 在手指匪上 水分後 洗腿毛髮 洗腿毛髮 哎呀 所以就像毛髮一般的髮型 就是在髮型上的髮型 皮膚和髮型 皮膚和髮型 都很容易乾淨 皮膚和髮型 可以使用到髮型 很快的髮型 我之前的髮型和髮型 我之前的髮型和髮型 是否有助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歡迎繼續回來拜託的女神 接下來是我們的 女神TOP1的單元 趕快來歡迎今天的專家們 首先歡迎來自韓國 皮膚科學研究院安院長 大家好 好久不見 還有帥帥的Siam老師 哈囉 各位好 Siam老師 今天我們女神TOP1的這個產品呢 就是每個人 不論是男女老幼 家裡一定都要有很多很多很多 越多越好的產品 對 這個產品在我家 大概可以裝一個衣櫃沒有問題 哇 所以究竟今天的商品是什麼呢 我們一起來看 選擇面膜產品時 我們最在意的是 膚質明亮 脊座保濕 鎮靜肌膚 不受刺激 甩潤膚質 精選出五項產品 進行網友票選 盲測 實驗測試 誰會成為女神上得主呢 沒錯 今天就是面膜特輯 每次面膜特輯的 都非常的 點閱率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我們今天呢 也把所有今天幫大家 挑選出來的 TOP5的面膜 在我們的販賣機上面啦 好 那首先我們先請Sam老師來 對 那我這個面膜呢 算是比較特別一點點 它是第一款呢 有經過英國素食團體 認證過的面膜 對 所以它就是 全部都是素的 它裡面全部都是 直萃的成分 對 然後它這個面膜 你會發現它外面很特別 它就寫一個符 它叫做巴伏脖子面膜 什麼叫脖子呢 它裡面其實是用鋁箔的那個箔 然後裡面再堆疊到不同的層 有三層 我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它整個都是紅的對不對 也代表它裡面 除了有八種素食的成分之外啊 脂脆成分 裡面還有八種的紅色植物 整個堆疊在裡面的 這才是紅色的包子 感覺好喜氣 很適合過你的膜 對 紅色也有它的原理吧 因為它其實它膜起來呢 你皮膚會變得很有好氣色 你看 而且它很薄喔 貼春蓮的包子 對 就是敷完再貼整面牆 這樣有影響的概念 然後它 你看它雖然這麼的薄 不過它裡面暗藏玄機 它裡面有 三層的布膜的紙在裡面 然後最外面這一層紅色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層紅色呢 就是脖紙 哇 帥 你有沒有發現 好美喔 然後中間呢 它裡面又夾了一層 保濕的空氣墊的 這種布膜在裡面 然後最裡面這一層呢 它是一個天絲的一個布膜的成分 裡面這個天絲呢 最主要是要來吸附精華液的 就很特別 所以敷是敷白色 敷白色在裡面 然後紅色在外面 OK OK 不要敷錯面了 對 然後就這樣敷 敷上去之後呢 因為它這個脖紙 會幫你整個密閉嘛 然後它如果說你直接密閉的話 皮膚可能會不舒服 對 所以中間的空氣墊會造成循環 它裡面的八種紅色植物有什麼呢 就有這個紅石柳 野生的草莓 桑森還有副盆子之外呢 還有葡萄紅森 還有紅茶還有五味籽的成分 這個算是一個蠻浮誇的面膜 對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這個 我今天早上出門前才敷 然後敷完以後啊 我就是整個撕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是效果也太好 我的臉超級亮 因為大家知道我前陣子 就去海島度假 所以我的皮膚就曬得很黑 通常在曬黑的時候 你最重要的第一件事不是要做美白 你就是一定要把保濕做好 那正好這個仙人掌的面膜呢 它最主要就是屬於 急救保濕的一個面膜 它有分上下兩層 那其實上面的這一層有布膜的 它是仙人掌萃取物 然後呢下面這個是仙人掌的種子油 所以它用這樣子真空的包裝 把它分開 那當你要敷的時候呢 你就要把它再摺摺摺 然後把它一擠壓 它會有啵的一聲 它這個種子油就會流到 仙人掌萃取物裡面 然後兩者碰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立即有乳化的效果 你知道乳化以後 皮膚就會變得很好吸收 所以它就是會有急救保濕 這是一款敷起來很美的面膜 所以我們要找人來示範一下 現在呢我已經把這個面膜 你看它上面的仙人掌種子油 已經壓下去 然後去做完全的混合 跟這個下面的仙人掌萃取液 然後它就會達到一個乳化的效果 然後你看它就是這個是非常細的纖維 我說比一般的纖維 細150倍 它顏色就有點帶有微微黃黃綠綠的顏色 之前去韓國的Chicco的那個美妝店 它也在排行榜上面 它是很受韓國女生 當地女生喜歡的 真的很薄耶 很薄 而且重點是它很密合 因為我們在敷臉的時候 很怕有外在的一些空氣 當中霧霾啊等等的 進入皮膚 反而讓皮膚會變得更加有負擔 那一般建議大家就是在敷的時候 大概敷15到20分鐘 之後就會看到整張臉會變得 跟之前不一樣 整張臉會閃閃發光 保濕的效果非常好 好 那我們先請澳大利到旁邊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來介紹這個面膜 謝謝澳大利 好 那接下來安院長 我介紹一下這個面膜 這個顏色是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的顏色 我們在這個顏色的顏色 是有分寸和高分寸的 這個顏色的顏色 和這個顏色的顏色 能夠吸收出來 這個顏色的顏色 所以它很豐富的顏色 所以從皮膚底下 從皮膚底下 在皮膚底下 它有水分的顏色 八種的顏色 八種顏色 大曳光 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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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 這七種啊 你們知道最後的一種 第八種 歌是什麼呢 是什麼 是特別的你們啊 我以為這裡沒有加安院長 就是把自己當成 寶石的一種 自己閃閃發光 鋪完之後 自己像寶石一樣閃閃發光 搬家 是 搬家搬家 八位皮膚專家的 公道開發的產品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看那個 澳大利應該可以了 我們要來揭曉 剛才我這片面膜敷完的效果 依然很服貼 你是不是很美 就是這樣敷著臉 被男朋友被老公看到 也不用害羞 老公也會說 哇 老婆 你今天的美若天仙 就是這張臉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面膜撕下來 哇 這澳大利太美了 還是這個面膜真的很好啊 沒有 這個面膜其實撕下來 因為它有精油跟那個 仙人掌的萃取 所以你會覺得其實它 是會有一點精油的感覺在臉上 然後你就要把它稍微按摩 讓那些精油啊 還有它所有的營養成分 都吸收 它就可以達到很好的 急救保濕 你看一下它的臉超亮的 好潤好亮 就是你會覺得保濕度非常好 然後特別是在你皮膚覺得 可能很疲憊的時候 譬如說你工作完一整天 化妝完一整天 回去敷了這個 然後再睡一覺 第二天起來會覺得整個精神很好 敷起來感覺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這樣超級保濕耶 而且它的保濕不是那種油狀 會讓你感覺悶膩 它是非常透氣 因為我現在還是感覺得到 我的毛細孔就是很涼 真的很涼爽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歡迎 我們另外一位model 來示範安院長的這個 八寶石面膜 我們來看看敷完之後呢 這位女孩她是不是也會自己 變身為一顆閃亮亮的寶石 好 現在我們就要把我們的 這個GINNY同學來敷 剛才的八寶石面膜 請安院長 好 GINNY的臉海啊 有一些就是可能之前 生理痘留下來的 是嗎 這個應該就是生理痘 對不對 生理痘都會長在下巴 有一點敏感 然後膚色不均勻 所以我覺得等一下敷完之後 就可以看到差別了 好薄喔 好薄喔 對 這種膚色不均勻 非常軟的 膚色不均勻 好薄 膚色不均勻 這看起來像是眉膚一樣 對啊 而且很不均勻 這樣子我叫rong service 就不會嚇到人了 對啊 好薄 座椅內的衣服量 其他品牌比 更多 所以裡面也有很多 所以我們會有多少 多餘的 喔 裡面還有嗎 哇 還有還有 而且還是有點微乳液 很滷耶 這樣應該很保濕 很保濕 所以這些也是可以用在身上 對不對 對 你現在敷起來的感覺 覺得怎麼樣 我敷起來是很舒服的 然後痘痘也沒有刺痛 喔 對 那它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痘痘肌 敏感 對 這邊有痘痘的地方 完全沒有感覺對不對 而且它面膜那麼薄 看不出來它裡面這麼滷 所以就是說長痘痘啊 或皮膚敏感的時候 像這樣子的紓緩保濕 紓緩保濕的面膜是可以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GINNY她敷完的狀態 有耶 變亮了 有有有 欸 它這邊顏色差超多耶 1 2 1 2 對 色情 這個熱感都變成了 這裡已經很乾淨了 如果大家看一下 它之前的那個皮膚的顏色 你會發現它原本這邊的膚色 比較不均勻 但是你看它現在整片變得白亮耶 透亮 而且安院長剛剛說啊 就是它會把它皮膚的熱度 因為皮膚可能在敏感發炎的時候 皮膚溫度會比較高 完全吸收 所以這個面膜 現在拿在手上 它的溫度是比較高 鎮定舒緩 有一點微拔熱的感覺 它那個保濕 就把它的熱度吸收 因為皮膚那時候 就會有點火氣 欸 GINNY 妳現在真的in the bottle耶 真的 變泡人 謝謝 很漂亮 很漂亮 我皮膚要變好亮 很亮 很亮 真的 這一片要趕快回去再努力地敷一下 對 妳現在真的變成一顆寶石了 謝謝 謝謝妳 謝謝 那接下來 接下來換我來介紹這個 常勝均 大家都知道它上次會獲勝是因為 它這個季舟熔岩海水 是因為它有很多種的礦物質 那這些礦物質其實就可以讓我們的肌膚有 充足的保濕力之外 還可以讓肌膚變得比較光滑跟有彈性 那其實我自己在用的時候 因為它裡面的那個 高濃縮的這個水感 安平精華是非常非常夠的 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那個 裡面的那個精華 你看 哇 還沒結束喔 還沒結束喔 是非常非常多的這個精華 在這個面膜裡面 所以每次敷完之後 它都可以讓你的肌膚非常的有水分 大家可能會擔心說 就是我們只有補水 如果沒有讓毛孔收縮 是不是就沒有達到那個吸收的效果 但是因為它裡面有植物的萃取 一個是松果石的萃取 一個是西洋莓果的萃取 那這兩個萃取物最主要就是 所以在你同時敷的時候呢 邊保濕敷完之後 又把你的毛孔收起來 所以你的那個 就這樣 那接下來凱文哥 凱文哥不公平 你推薦這個就是大家 大家從小到大都才能看到 SK-2的面膜 這裡面的成分 大家應該都耳熟能詳的 叫做Pytera Pytera其實它是有豐富的 氨基酸 維生素 礦物質 以及有機酸 然後呢它有很多的 天然保濕因子 所以它是一個可以說 不用去添加其他的輔助劑 自己就是一個 All in one的 Total solution的一個配方 你知道這個面膜 它還有一個稱號叫做 前男友面膜 前男友 聽起來不是很體力喔 不是要追回前男友喔 那是什麼意思 而是邀請前男友 來參加你的婚禮 你婚禮前連覆一個禮拜 讓自己閃亮的臉龐 讓男友 前男友後悔 喔 心機好重喔 這什麼 復仇者聯盟的那個概念 有沒有 復仇者聯盟都會敷這個面膜 對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看 網友的喜好度 P.D. 我們網友喜好度的第一名是幾號 網友喜好度第一名是5號 喔 合理啊 因為它就是最 Oh P.T.R.A.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路人盲測跟實驗室的結果 保濕跟美白 舒緩的或者是保濕的 美白跟保濕 吸收肚膀 沒有黏頭感還蠻酷的 淡淡的清香 紅色這個味道很喜歡 蠻清爽的吧 這個就比較有一點滑滑的感覺 面膜很好 面膜很好 這個很薄 就是會非常服貼 不會說就是 臉如果大小的話 它會有皺褶那一種 我覺得這個質感很好耶 這片也還不錯 可是感覺比那一片 還要薄一點 嗯 我覺得這個香料味有點重 我個人沒有很喜歡 很紅的麵膜 對 我覺得剛剛有一個服貼的 那個會覺得 嗯 加分 敷酒可能會覺得 有一點點不透氣吧 會有這樣的疑慮 有一點點不透氣 這片也不透氣 Detective Cric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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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一名是幾號 陸人盲測第一名是3號 安院長 盲測 很重要 因為盲測 在看不同的材質 我覺得因為它的那個 非常的薄 很透 那女生其實喜歡面膜敷起來 好像就是沒有了感覺 因為她那個巴伏可能大家就覺得 這膜起來紅的金的會不會太... 不過應該很招財啦 我覺得 你幹嘛現在嘴軟 你幹嘛嘴軟 就過年推桶子的時候 敷一個那個然後推桶子板爆這樣子 面膜有進安院長的實驗室 實驗室是第一名是 誰啊 一定是我吧 4號 4號 加油 加油 你們是大推大推 實驗室是不是最公正的 真的公正的 安院長實驗室是測什麼 保濕力 妳可能只有保濕力 但是我還有景致力 美白力 而且我這次還有其實就 跟妳講妳不用妳就傻了 沒有 皮膚就是保濕喝足了水 妳就會有彈性了 就不會有紋路了 對不對 安院長 對啊 妳欺負安院長聽不懂 我故意講得很快 好馬上再來看看 本週我們的女神Top1的產品 我們的面膜究竟是哪一塊 3 2 1 請 開 恭喜我們的3號院長的 院長 八色寶石 對 對 八色寶石 每一次我們在節目當中 我們的女神Top1的產品 我們都會把它的所有資訊 放在我們的Facebook的粉絲專頁當中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我們介紹這些 面膜的特色 它的名字 它的產品名稱就可以上 我們拜託了女神的粉絲專頁 然後有任何意見 非常歡迎大家留言給我們 那今天介紹了五款不同的面膜 我覺得每一款都有它厲害的地方 都很厲害 那大家可以針對自己的皮膚狀況 針對天氣狀況 針對心理狀態 去選擇一個適合你的面膜 我們再次謝謝安院長 謝謝Sam老師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